在斗罗大陆中,魂狮主要的攻击手段来源于武魂 但是因为魂环数量的限制导致绝大部分的魂狮 技能都不会很多 这个时候呢,自创魂技就显得很重要了 一些天才魂狮会根据自己的武魂创造出适合的技能 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自创魂技有多强 第一个,疾风魔狼36连斩 疾风魔狼36连斩是风啸天根据变异武魂 疾风魔狼创造出的魂技虽然还不太成熟 但是他与风啸天的契合度很高 在全大陆高级魂式大赛中 风啸天的疾风魔狼36连斩放异彩 如果唐森没有耗天锤魂 单凭蓝银草是很难打败风啸天的 第二个,圆岳 圆岳是武魂殿黄金一代当中邪岳的自创魂技 作为武魂殿黄金一代当中魂力最高的人 这个技能的威力还是很强的 虽然比比东更看重胡雷娜 但是论天赋和势力,邪岳并不比胡雷娜差多少 说起来,邪岳自创的魂技圆岳还是很强的 在魂式大赛中给唐森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第三个,乱披风锤法 乱披风锤法是浩天宗自创的一种魂技 它并非是一个人所创 而是由浩天宗历代先辈们不断总结完善形成的自创魂技 乱披风锤法可以说将魂式的力量进行叠加 然后一起释放出来 最多可以叠加81锤 81锤叠加的威力甚至可以媲美极限斗罗 按照唐浩的说法,以它97级的修为 还无法发挥出大须弥锤法真正的能力 由此可见,在自创魂技中 乱披风锤法是妥妥的第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